格子的火语注音是格二声格 格额格二声格 格子的本意是兽皮 智去其毛曰格 所以去了毛的兽皮就叫做皮格 如鹿格就是鹿皮 牛格就是牛皮等 格是古代八音之一 如周理春观篇 波之以八音 所谓八音就是金石土格 丝木袍竹 其中的格就是谷类的乐器 因为我国古代各种谷 都是用兽皮做成的 所以叫做格 格也指兵器而言 如国语其语篇 定三格引五刃 季中的三格是指甲骤盾三种兵器 因为古代以格为兵器 所以兵格就代表武力 如国策秦策篇 兵格大强 是说秦国的武力 已大大的增强了 格也是易经六十四卦之一 是去故之想 也就是除去旧有的 所以变更改换除去都叫做格 如格固顶心 格面细心 格除等 格也是姓氏 格又念吉 古语注音是 吉一吉二生吉 吉是为吉的意思 如礼记坛公篇 夫子之病吉矣 是说夫子并为之矣 最后要注意的是 格字虽是一个常见的字 但也念吉的因 如病吉是不可以念成病格的 特别提供您做参考 今天的每日一字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